敬禮 兩名和尚 撒家正空喪師 十六四大寶王喀瑪巴 徒登大吉喪師 敬禮 譚成三寶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各位同門 大家午安 這等一下呢 要跟大家灌頂是 姚慈金母七大法的灌頂 還有姚慈金母替身法的灌頂 姚慈金母滿宴法的灌頂 姚慈金母本尊的灌頂 關於姚慈金母的種種 的灌頂 都在這一次的灌頂裡面 我們剛剛做的是姚慈金母的附謀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姚慈金母本身來講起來 他的力量在治病方面 治療這個疾病方面 有很大的力量 尤其是那個瘟疫 瘟疫方面來講起來 按照中國的這個神仙傳裡面所記載的 中國的神仙傳裡面所記載 姚慈金母本身掌管的就是瘟疫 所有的瘟疫都屬於他掌管 所以如果有發生什麼瘟疫的話 我們應該要祈求姚慈金母 那就沒有錯 談到我認識姚慈金母的過去 那個是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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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我第一個認識的這個先王姚慈金母 是我一生當中的一種命運的轉捩點 可以講我一生當中的命運 就完全通通都改變了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寫過的那個過去 現在跟大家再重新的回憶一下 過去的很早很早以前 那時候我還是很青春 那個少年時代 少年青春才二十五六歲的時候 剛剛大學畢業 然後進到測量年工作 那麼家住和塑新村 台中和塑新村 立行路三十九號 我曾經回去看這一棟房子 已經沒有拆掉 蓋成樓房 沒有了 然後我以前 到了日本人家 日本人問我 你家住哪裡 屋子屋子 你的屋子 你的屋子 屋子 我曾經是樓和塑古 屋子是台灣 台中 離心路 三十九五 我都會 我都會背這一句 只會這一句日文 現在立行路三十九號也沒有了 合作新村 已經拆掉 蓋成大樓 那我的媽媽呢 就是 蘇馬 她現在在彩虹山莊 剛剛在做父母的時候也有來 那我媽媽呢 有一天就到這個天宮廟 我們那時候叫天宮廟 藝房大地的廟 叫藝房宮 去拜拜 為什麼我媽媽喜歡去那裡拜拜呢 因為那裡有一個出家人 叫做施慧靈 靈感的靈 施慧靈法師 他在主持這個藝房宮 本來藝房宮是屬於道教的 但是是出家人來主持 這個也是一個註定的一個因言 因為這個施慧靈要收幾個 這個等於是她的七你 七你啊 七就是齊合的齊你 是你生的你 她一共收了八個 我母親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她對那個宮比較很有眼 這個藝房宮比較有眼 那個老和尚呢 看起來也是很慈祥 瘦瘦瘦瘦的 就在那邊做住持 那麼施慧靈呢 就去請了花蓮十壁布堂 這個謙王的堪盟啊 我們叫謙王的 這些來到了藝房宮做謙王的工作 謙王就是堪盟 也就是我們的陰陽會 也就是說 這個十壁布堂的 這個謙王的師姑 那麼給亡靈附身 那麼跟洋人互相對話 跟洋間的人互相對話 這個叫做陰陽會 堪盟啊 那麼來的呢 就是零千代師姑 然後我們 她的日本名字叫做基歐 所謂基歐的意思就是千代 基歐 基歐賞 就是千代師姑 這個我也去參觀了 因為在千代師姑 這個祖先出來附身在這個人的身上 那麼跟你對話 這個都是很奇妙的事情 我也很好奇 所以我就到藝房宮去去看 去看了 覺得很奇怪 兩邊這樣子講 都很有意思 都能夠把生前的事情 都能夠講得出來 這就是王林跟洋間的人 一種面會 正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這個 林千代師姑突然間講 他說姚慈金母要找一個人 姚慈金母要找一個姓盧叫盧盛燕的人 我就是啊 那要找我 我也就走到前面來 那麼跟林千代師姑會面說 我就是盧盛燕這樣 這個林千代師姑呢 當時他說你跪下來 我說我是基督教徒 我不跪 我不跪的 這是偶像 我不跪的 他說你跪下來就知道了 姚慈金母已經找你找很久了 找很久了 他說找我找很久 我也不認識他 他找我做什麼 林千代也不講 他說你跪下就知道了 我當時我就跪下去 好吧 跪就跪吧 一跪一合掌 欸 這個手啊 他就自然的 輕輕的搖動起來 你們會起林的就知道了 就是那一種現象 就是剛一跪下去一合掌 欸 手就輕輕的搖動起來 那麼搖動起來 我就注意我自己的手 這不是我的手在動啊 而是切實有一種 靈的力量來牽引我的手來動的 然後這個千代師姑就講 你眼睛閉起來 我眼睛就閉起來 欸 我說我看見欸 我看到光欸 就是很多很細 像那個弦圍一樣的光芒啊 這樣四周的放射 中間有一個圓 周圍有很多光芒在放射 這樣子 那個光芒非常細非常細的光 這樣子在放射 然後我就看了 看到姚慈基姆 看到阿彌陀佛 看到地藏王菩薩 他就問我你看到嗎 我說我看到 我有看到 我看到光 看到佛菩薩 他們都跟我講話 還有一方大帝啊 一方大帝啊 一方大帝 他說一方大帝寫兩個字給你 你看到嗎 我注意看一下 哇 空中有這個紅色的布 垂下來 上面寫兩個中跟意 中意啊 中 意 意氣的意 中意兩個字 鋪在一個紅色的布上面 從空中飄下來 那千代師姑在旁邊 講說 你看到嗎 我說看到 看到就是了 那千代師姑他就講了一句話 你將來的責任很重 你要出去紅髮度眾生 你有責任 我那時候心裡想 我什麼也不會 我怎麼度眾生 你說度眾生 度什麼生啊 他說眾生 眾生是什麼啊 眾生就是人 你要出去紅髮 要去說髮 要去度眾生 我 我恐看嘛 我 我是軍人耶 我是阿兵哥啊 我是職業軍人 可是他講說 要是金母獎 你要不要升官 他說我本來就是官啊 他說我本來就是官啊 我本來畢業的時候啊 就是少衛 少衛 然後就開始 他說 要是金母會讓你很順利的一直升官 而且會幫助你 你有什麼求 你要求什麼 求要是金母什麼 我說 我說 我就是職業軍人 我還求什麼呢 官 我現在就是官了 我說這樣子好了 我就求說 不要掉 掉得很遠啊 好像掉到金門馬祖啊 或者是掉到那個 好像說大瞻二瞻啊 大膽二膽啊 或者掉到那個最前線啊 或者那個 或者距離我家太遠啊 然後是金母說 好 就答案你這個 所以我服十年的藝 十年的金官藝 金校畢業的金官藝 十年前部在台中 那車兩年也在台中 制圖場也在台中 我在車兩年三年 制圖場七年 全部在台中 沒有離開我自己的家附近 所以便利我的洪華 從那個時候開始 從那一天開始 在我書上記載 當天晚上我回到 我車兩年的宿舍 晚上躺在床上 欸 當天晚上 遊了所有的天堂 跟所有的地獄 從晚上九點 上床 上床 洗燈 睡覺 一直到第二天 早上九點 看了整整一個晚上 看了所有的天堂第一 在天上界 我就看到我自己 耳朵有一句話跟我講 耳朵有一句話跟我講 那個就是你 你看嗎 看清楚啦 這個就是蓮華童子 就是你 非常清楚的 所以第二天 所以第二天我趕快跑回去 告訴我爸爸媽媽 我媽媽還有一點相信 我爸爸根本不相信 我爸爸講 你是蓮華童子 那麼表示你是蓮華化生的 蓮華化生的 就是蓮華童子嘛 我讀 我讀 我爸爸讀 轰神榜 我說 我爸爸說 在轰神榜裡面 蓮華化生的只有一個 就是羅叉三太子 他是太乙真人的徒弟 那麼羅叉三太子的父親 就是拖沓天王李景 那你是蓮華童子 那我爸爸就講 那我是拖沓天王 這個都是記憶猶新的 到目前為止都是很 記憶很清楚 因為我第二天 我沒有人可以講 我去游了天堂地獄 我跟誰講 我只有跟我父親母親講 我母親還相信 我父親根本她是什麼都不信 所以我說我是蓮華童子 他說我是拖沓天王 那就是這樣子 再來呢 就是開始教女法 每天晚上交一個小時 聯繫交三年 再測量年三年 再測量年三年 傳授你所有的手印跟所有的法 沒有看到形象的 但是有沒有 確實有 因為他在跟你比手印的時候 那個手指頭都會 關節都會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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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抖的 而且那個腳 我腳已經痠了 他還叫我經濟獨立 我腳很痠 我說我要踩下去 他說你踩看看 我要踩啊 踩不下去的 哎呀 一隻腳就閒空 那麼我想踩下去踩不下去 我說心裡想 哎呀 真的有神耶 既然他控制我的身體 腳踩不下去 接著 晚上 有一天晚上他說 欸 寫法的時間到了 他來叫我 我不起床 我說冬天那麼冷 對不對 我正好好睡的時候 外面好冷啊 欸 單身宿舍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 我不想 我今天請假 請假我不起來 不起來 嘿 他把我的兩隻腳啊抓住 這樣子把我拉成 直直的倒立耶 我投在底下 腳在上面 這樣子倒立 然後放手 蹦 這樣子 沒辦法 你還得起來寫 不起來寫都不行 他說你不能偷懶 那麼再來的很多的這個 很多奇 很神奇的 全部放在我的身上出現 所以我 我這個人也很感恩啊 就是 基歐場過世的時候 那時候啊 千代師姑過世的時候 我很想去參加他的這個追調會 追調會 很想很想 心裡很想 但是那時候剛好我 做允機閉關 所以 就請這個 台灣的一些上司啊 寄給他 因為他在 遺俗裡面交代 一定要請真佛中的上司 來給他做超渡 千代師姑 特別交代 那麼我上一回回台灣 也特別到花蓮 到千代師姑的 石碧布堂 去那裡 這個參裡 那麼又到千代師姑的家 見他的這個 這個大兒子啊 二兒子 三兒子 他們的家人 因為我這個人是屬於 比較感恩 屬於比較有感情的人啊 好像我們當時啊 我當時在義方宮 所遇到的就是千代師姑 那是由千代師姑 教我的名字 叫我跪下去 合掌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認識了姚慈金母 那麼是姚慈金母給我開了天眼 讓我能夠看見一切 所以我這一生命運的轉變 就是千代師姑 教我的名字 還有那個義方公 跟師匯靈 還有姚慈金母 這些因緣加在一起 改變了我這一生 從二十五 二十六歲開始 然後得到了所有的靈感以後 再跟眾生接觸 然後開始寫書 我這一生的命運完全都改變 全部改變 你看生活中現在有五百萬的弟子 你看生活中現在有五百萬的弟子 那麼雷葬寺跟所有分堂會 天佈全世界 就是從義方公開始 從千代師姑開始 從姚慈金母開始 從姚慈金母開始 所以很多的他們自稱正統的佛教 正統的佛教佛教徒 他們說我們是正統的佛教徒 正統佛教徒只有信佛 菩薩 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姚慈金母 姚慈金母是屬於民間的信仰 他們稱為姚慈金母是民間的信仰 一個學佛修行的人 應該不能有民間信仰 只能夠信佛 但是呢 我不能忘掉姚慈金母的恩 因為是姚慈金母 給你開了天眼 然後呢 這個三三九吼仙師 每天晚上來教你 然後又指引我去拜了名和尚 去拜這些師父 那到最後我進入這個佛教 寫顯教 然後又寫密教 這個起源都是姚慈金母開始 所以我不能說我寫了 寫教 就把以前的姚慈金母 給他捨掉 我寫了密教 就把寫教也捨掉 就剩下密教 不能夠這樣子 所以我堅持說 我們真活中 雖然我們信的是佛 釋迦牟尼佛傳下來的教 顯教密教 各宗各派 什麼都好 但是我唯一不能忘的 就是我能夠踏入佛教的門 也是姚慈金母給我牽引 所以我們生活中特別就是遵從姚慈金母的演員 這個今天呢 我在這裡跟大家談這個 我跟姚慈金母的音樂 到目前為止 我跟姚慈金母是相應的 跟姚慈金母是相應的 姚慈金母也是我的隨身法 隨身法 就是他隨著我 跟我合一 每一次我行什麼法 都跟姚慈金母有關聯 那麼我跟所有的佛菩薩 我也看到阿彌陀佛 也看到地藏菩薩 當初在義房宮我也看到阿彌陀佛 也看到地藏菩薩 我就認為姚慈金母 阿彌陀佛 地藏菩薩 就是我的三本尊 阿彌陀佛 所以當初我發現了 將來我如果能夠有成就 我一定幫助姚慈金母 幫助阿彌陀佛 幫助地藏菩薩 所以才有說 先王姚慈金母 佛王阿彌陀佛 帝王地藏菩薩 這個原因 三本尊的起源 也是這個原因 那我覺得我個人來講 我便沒有衝突 好像我拜姚慈金母跟拜佛 有衝突嗎 我覺得沒有衝突 因為姚慈金母跟我相應了以後 所有的佛菩薩都跟我相應 我能夠相應所有的法 是因為姚慈金母法相應了以後 所有種種的法都相應 其實佛教本身來講起來 到現在為止 大家稍微腦筋想一想 佛教從印度傳出來以後 原始佛教開始 一直到現在 傳到西藏的 跟西藏本身的信仰 互相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西藏的佛教 就是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跟原來的 印度的原始佛教 是有不同 那麼佛教傳到中國 跟中國的道家結合在一起 當初的時候佛經傳進來的時候 要解釋這些佛經 還用老子的思想去解釋佛經 那麼到了中國以後 就變成中國的佛教 中國佛教 傳到中國 漢土以後就變成中國的佛教 大家認為 你看這個中國佛教所穿的衣服 所點的戒八 都是佛陀時代所沒有的 是傳到中國才有的 只有中國的合唱才點戒八 其他地方的佛教 沒有人點戒八的 那麼中國佛教又傳到韓國 就變成韓國的佛教 韓國的佛教跟中國的佛教 傳到日本 就變成日本的佛教 日本的佛教 它的儀式 它的儀軌 不管是顯教密教 都跟中國佛教都不同的 就像穿衣服一樣 你看中國的和尚 他本身穿的黃色的 或者是黑色的 或者是灰色的 這個西藏的佛教 穿的就是紅色的 喇嘛裝的 東南亞的佛教 小聖的 他有的穿黃的 穿這個好像 穿黃的 也有一點穿紅的 在東南亞的國家 他們是屬於小聖的裝束 打扮的就是小聖的裝束 到了中國他衣服又改了 就變成長袍 長袍 但是西藏本身又改了 就變成長袍色的 這個喇嘛裝 到了日本他也改了 就是日本佛教 他穿黑的白的 跟掉一個包包的 都不一樣 連衣服怎麼樣子都不一樣 所以佛教傳到儒師尊的身上 佛法傳到儒師尊的身上 儒師尊就把這個 瑤慈金母的 跟原來我們佛教的 互相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儒師尊的 本土佛教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錯誤的 這個沒有什麼錯誤的 你知道嗎 西藏佛教 藏傳佛教裡面很多附法神 是唐古拉山的三神做附法 是長寿五仙尼做附法 是大喜祥天做附法 是白哈神做附法 那個原來就是西藏的信仰 本來他就是西藏的信仰 然後跟佛教結合起來 就變成藏傳佛教 在東南亞就是小神 小聖佛教 到了中國就是大聖禪宗 禪宗是中國人特有的 中國人特有的 禪宗也傳到日本 禪宗也傳到日本 到了日本就變成東禪 跟西藏禪宗不同的 連神像都不一樣 那麼傳到佛教傳到台灣 我的這一條傳承的脈 就有瑤慈金母 就是本土的跟佛教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衝突的 大家只要看這個佛教的歷史 就可以知道 因為佛教只要傳到哪裡 它都會跟那地方的民間信仰 結合在一起 變成另外的一種佛教 到日本也是一樣 到西藏也是一樣 到西藏也是一樣 到中國也是一樣 到韓國也是一樣 到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怕說 他們是屬於正統的佛教 那我們不是正統的 什麼是正統的佛教 是釋迦摩尼佛時代 佛陀所穿的衣服 跟所有的阿羅漢 本身所穿的衣服 那時候的弟子所穿的衣服 完全通通都不一樣 全部變了 衣服也變了 飲食也變了 生活也變了 習慣也變了 什麼通通都在變 所以變沒有什麼 可以跟不可以的 只要你信的是佛法 你不離開佛法 你就是佛法 所以大家想想看 我們先王姚慈金木 他也懂佛法 他也不能說 先王姚慈金木 他就不懂佛法 他也懂佛法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邪佛 天上的神仙怎麼不能邪佛呢 而且姚慈金木的地位 這麼崇高 在我們中國來講 姚慈金木的地位 是非常崇高的 所以印度佛教 我們並不是說 只有佛而已 當初的時候啊 也有橫河擬神 橫河擬神 橫河也有河神 就是橫河擬神 也有很多的空行墓 在印度的佛教裡面 印度的佛教 本身也掺杂了 佛羅門教跟印度教的神 像大環天 就是破壞神 像天淨天 就是保護神 大環天是創造神 那麼偏近天 偏近天 是保護神 另外大自在天 是破壞神 他有所謂的這個 創造神 破壞神跟保護神 大環天是創造神 那麼偏近天是保護神 大自在天是破壞神 他印度教的道理 佛教的道理 印度教的道理 印度教跟佛教 也是互相融合 為什麼佛陀本身 會融合印度教跟佛教 產生了一個新的 新的佛教教派出來呢 為什麼 因為佛陀他知道 要有出離心 出離心 要有菩提心 要有中觀跟為世的思想 我們邪佛只要不偏離 出離心 菩提心跟中觀跟為世 這個就是佛陀本身所教的法 把這三個拿掉了 佛教就是變成印度教跟佛羅門教 所以今天我們邪佛 只要抓住重點 我們要有出離心 要有菩提心 要有中觀正見 要有為世的思想 你就抓住了佛法的要意 所以我們生活中大家都是很正的 學的都是很正的法 我們生活中絕對是正教 別人家講的 別人家講的這個 什麼他們是正信 那你們就是 不是正信 這一點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 我們才是正信 你們自以為正的 你們自以為正信的佛教 不一定是正的 當然也有正的 但是不一定是正的 我們生活中 正就是正 正就是正 而且這個是我親眼所見 親正的境界 很多學佛的人 他們稱為正信佛教 從來沒有看過阿彌陀佛的 因為他們只要看了 就回不來 盧師尊是真正的 見了阿彌陀佛 見了地獎菩薩 到過西方極樂世界 馬哈雙年齒 這個世界上 只有一個這樣子真實的人 真正的 見到佛 見到淨土的 這個還不夠正嗎 這個就是最真 最正的 這個才是真佛 阿彌陀佛 其他人講說他是正信佛教啊 正信什麼啊 正信什麼 我說他們連佛都沒有見過 坦白講啦 這個 連佛長得怎麼樣子 他都不知道 能夠親自去正的 親自見的 親自正的 親自跟佛陀在一起 我看這世界上啊 只有一個人 好 好 恩馬尼 Baby H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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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